上次帶你看Chanel的Vintage手袋 上次的手袋我真的很喜歡 今次帶你去看看其他品牌的二手手袋 款式又多而且價錢還比全新便宜很多 好啊我也想去見識一下 可能你會找到一個合心的呢 去看看 GO Helie先生我想問一下二手的名牌手袋 和一些新款的 可能是全新的袋 價錢會差多少 這個就要看當時的情況 如果是一個新款的 可能是比較潮的 可能有機會會比全新的購買的價錢 如果不是普通的 可能是他已經用過的 二手 要看他的形狀 他的使用方法 可能是可否斜什麼 或者鞋子可以用手拿 或者他的顏色 這些都可以影響到價錢 好像這個CELINE 我看專門店 起碼都要全新大概兩萬左右 但我現在看到他的標價是 差不多七千元 就有交易了 是 其實是否因為近年大家喜歡小型的袋 所以大型的袋 會比較便宜 對 這個就是 因為第一就是 你剛才買的 是對的 近期比較多人 喜歡這個小型 也有日本那邊的拍賣 所以我那邊的市場價值 是大型 其實現在二手市場 是哪些品牌 或者哪些品牌 是比較流行的呢 其實這個版牌 是一隻都比較類似的 主要是Hermes 和Chanel 和LV 這三個版牌 就比較主流 我們做二手 主要有幾個RANK 我們N RANK 就叫全新 即是沒有使用過的品牌 如果有使用過少許 但不太明白 這個我們叫RANK S 然後就是A B C 如果想現在入手一個二手品牌 其實有沒有說可以先向哪一個方向 或者哪一個品牌 是否是大一個袋 是的 其實這個如果大一個袋 我們可以分 就是看看你的預算 如果一萬元留下 我們可能可以考慮一下這個袋 這個袋 其實它是LV 都很出名的Mosu 它是一個中古版 它是類似 比較像這個油漆包 它又可以有肩膝 又可以背著用 或者用手拿 或者可能上肝 穿著比較隨便的衣服 都比較適合 HITTERS 最近我都很喜歡這個款 是 其實是否都可以說 趁現在就入手一個呢 這個款是近期很潮的 很多客人都會找這些袋 這個價位都不是很高 所以都很容易的 其實這個Condition看起來都很好 其實它的Ranking有多少 這個大約有A-Rank 這個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考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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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LV Mono Grand Monsu 和Lowewe的Puzzle Bag之外 郭利先生還推介了兩款 近年很受歡迎的 Lowewe Mini Handmock 以及Celine的Mini Bell Bag 如果像SEO那樣 它預算比較多 它可以檢查一下 其實有什麼選擇呢 選擇我們這些款 這裡 你最喜歡Chanel Chanel 這個其實就叫Classic Medium 近期在香港 其實全世界都是 其實很多人都追求Classic Medium 這個設計的款 如果全新的話 有幾個會去到四萬多塊 是呀 全家價 現在看到這個 哇 它不用一半 這個就兩萬元留下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個款 它其中是羊皮 它那個年紀 比較長 這個袋 我們都叫Vintage Classic Medium 它是多大 它年紀多大 這個也有機會 已經是90年代的袋 我想重重大 有機會 80年代 如果不想要是比較Vintage的款式 可能有機會可以選擇 例如這個 這個 適合我了 這個 而且我看到這個款式 是近年都是HIT 是呀 專門店很難入手 這個是的 其實這個都很多人搶手 它有兩個用法 一個就是揹著它 另外就是用Strap 變成一個叫Shoulder Bag 這個形式可以使用 其實它現在的價位 是不是都是比較高的 這個是會高一點 但是呢 它呢 是屬於叫做兩萬元留下 其實呢 這個永遠可能比較難一點 但是呢 近期呢 比較保值 就是例如這個款 這個款 其實呢 很多女生都喜歡 它有那個Size 這個剛剛這個好 比較小一點的Size 它呢 特別是呢 就是說你不是 VIP 哪個VIP 可能都買不到 是呀 那會不會因為這個款式 比較罕有 所以它的價錢再貴一點 有機會會的 是很接近那個原價 或者以上才買到的 現在你去專櫃呢 應該是買不到的 如果真的其他讀者 可能預算再高一點的話 那其實有什麼款 現在其實都很適合入手的呢 那三萬元以上 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第二的Hermes Hermes 這個袋 或者是有 尼佩多 KERRY 這樣的款式 這個 這個 這個是不是中的 如果呢 這個預算可以多一些 的 人 就可以試試試 考慮這個 其實這個原價 在專門店是多少呢 這個呢 在專門店有一個 就過十萬了 嗯 那現在這個 的狀態 看來其實很好 是 那 其實它的 這個呢 就去到 叫做 N-Lang 這個 沒有使用過 其實呢 Hermes 呢 在二手市場 它有 穩定性 會比較高一些 因為呢 它的顏色的版種 比較多 但是呢 它的皮 也很多種 嗯 那麼它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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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量呢 嗯 就比較大一點 所以它比較稀有 那麼 那麼 變成呢 有機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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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玩特地的顏色 可能或者買不到 因為它有金球 或者是玫瑰金球 嗯 那麼它又裝有顏色 有貨但又不是那個對的球 那麼變成呢 它是有些人的 它喜歡那個貨 例如呢 那些客人呢 他們比較多 會喜歡這個大象灰色 可能很多人都 剛好喜歡這個大象灰色的話呢 嗯 那麼自然這個顏色 那麼它就價位 就會一路會成長 買二手名牌包的時候 需要注意些什麼呢 第一呢 就是看那個Surface 那個表面 看看它有沒有花眼 嗯 那麼當然二手袋呢 它是可以用過的東西 有機會會有花眼的 那麼 第二呢 就是這一袋呢 它本身有四個角 就是一些側邊的位置 它是比較容易花的 所以可以看看它 這個四角有沒有花 嗯 那麼除了看Surface 和四個角之外 是 可能一些帶呢 其實都需不需要看嗎 有機會要的 因為帶呢 會被用到的程度 機會比較大的 所以它有機會都會花 或者是 看看會不會斷 這個問題 是外面自己買這個 如果它是一個實質的螺絲 如果它是一個實質的螺絲 那這個就不用考慮了 多數就不會用實質的螺絲 哦 那只是LV是這樣 還是其他袋也是呢 那這個呢 除了LV Chanel Hermes 都是這樣的 過理先生還提醒大家 記得要留意內籠 會不會有一些很難清洗 或者明顯的污漬 好了 除了剛剛介紹的那個注意點 我們可以多說一些關於這個LV的袋子 LV的袋子 其實這個Monogram 這個款 這個設計 它就有多一點的注意點 因為它這種皮 它這個濕了水 那個水印 有機會是已經掉不到的了 除了這個角或帶布的注意點 有那個HANDLE 這些袋子 它的HANDLE 如果伸出來 它的色會淺一點 如果用得久 它會慢慢越來越深色 或者有時候可以留意 每一個袋子 它本身的色 都是比較深色一點 或者有一個配件 是比較淺色的 有機會它就拿了出去修理 你問一下 你會不會收這個袋子 還有看看多錢 好啊 停收單一會 好 你有沒有緊張 緊張 其實這個袋子 我也是在二手店買回來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我現在很害怕 現在幫你看看 好 其實這個二手袋 我們會看什麼地方 就是看一些HARDWARE 這些HARDWARE 其實這些是倒金倒廠的 有時候來看看它那裡的程度 這些 有沒有問題 如果不好的話 它可能會氧化 或者又會生瘦 那些一定是不好的 第二 再看看這些 就是CELINE的Logo 這個字體 這個字體合不合 它後面也有 如果這些 靠 或者是否有換過 有機會換過 因為可能它有一個年紀的東西 有機會是損害了 所以要換 所以要換 有這些幾個項目去看 或者是車線 這些地方 有沒有不適合的位 這些都是 就是會有一邊長一邊短 我們可以看看這些Logo 對不對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 它整個袋子的Quality 我們有一點點斑點 有個皮的顏色 然後裡面 可以看看它的Condition 然後看看有沒有粉毛 或者有沒有燃味 嗯 大致上就看這些 我們去做這個 評估這個價值 這個袋的價值 嗯 我感覺到 CELINE的心臟大 好 好 好 這個袋 我們可以看到 它大致上 我們叫做B-Lando 如果我們在這裡 都可以做寄買 寄買的話 都可以做到 大概2500-3000元 左右的價位 這個是實收的價值 這個我們可以收的 你放不放在這裡 然後再換新袋 我想一下 總之你會寄買 可以寄買 或者可以收斷也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寄買的價錢會較高 是的 寄買的價錢較高 好在 即是 不是流的